大家好 相信很多人在煮大虾的时候 都是直接加水煮的 直接加水煮就是大错特错了 加水煮出来的虾肉不仅口感不鲜嫩 而且还特别的柴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虾肉鲜嫩不柴的做法 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这里是我花20买的一斤大虾 首先我们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大虾清洗一下 大部分的虾在运输的过程都会添加孔雀食率 所以我们买回来的大虾 最好先用盐水来给它清洗一遍 如果时间充足的朋友可以 再给它浸泡10分钟左右 10分钟之后我们把盐水倒掉 然后再加入清水给它多清洗几遍 洗干净的大虾捞出来控干水分 现在我们来把大虾处理 首先用剪刀把虾脚剪下来 因为虾脚是比较脏的 而且还不容易清洗干净 所以我们一定要将它剪掉 然后再将虾须也剪下来 接着我们再把虾头上的这个虾枪剪掉 这虾枪特别的尖 如果不把它剪掉 老人小孩吃的时候就很容易被炸到 我们把虾枪剪掉后 就会看到一个凸起来的黑色沙包 其实这个就是虾胃和虾肠连接的地方 这个沙包具有重金属残留 如果我们不把它去掉 吃下去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不好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牙签 用牙签插进虾的第二个关节 然后慢慢往外面的时候不要太用力 这样整条虾线就能被轻松取出来了 处理好的大虾 我们再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冲洗干净 尽量给它多洗几遍 把大虾彻底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 后控干水分 然后我们往里面加入适量的花生油 用筷子将它搅拌均匀 让每一只大虾都裹上一层花生油 这样我们在烹饪的过程中 就能有效的防止虾的鲜味流失 试起来口感就会更加的鲜嫩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能不能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帮忙点赞转发出去 您的点赞转发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非常的感谢 搅拌均匀后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用刀切成厚厚的薄片 虾是属于寒性食物 所以这里我们的生姜可以多放一点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 用刀切成长长的小段 然后我们先把姜片均匀地摆入锅底 再把切好的葱段也放进来 最后把处理好的大虾倒进来 用筷子将它们整理一下 使大家均匀地平铺在上面 然后再倒入半罐快过期的啤酒 啤酒具有去腥增香的效果 这里切记一定不能加清水 更不要加高度白酒 然后把盖子盖上 开小火慢慢煮五分钟左右 用煮虾的时间 我们准备三个小米辣切成圈 切好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大蒜 先用刀给它拍碎 再切成蒜末 切好根小米辣放在一起 再准备一根洗干净的小葱 切成葱花备用 然后我们往里面加入一勺白芝麻 再往里面淋上冰冷的热油 激发出小米辣和蒜的香味 开始调味 一勺蚝油 加入三勺生抽 一小勺食用盐 一小勺白糖提鲜 把切好的葱花放进来 给它们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的蘸料汁就调好了 这时候我们的大虾也煮熟了 我们先把火关了 哇 实在太香了 我们煮大虾的时候 一定不能煮太久 不然大虾吃起来 口感就不鲜嫩了 这样我们的大虾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大虾简单又美味 虾肉口感特别的鲜嫩爽滑 不腥不柴 再蘸上 我们做好的料汁 真的是越吃越香 如果你也喜欢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帮忙点赞转发出去 在这里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